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启蒙老师故事第二十二期 本期的主角是近期大热 外表可爱甜美的偶像系女孩白桃花 白桃老师出生于两千年五月 白桃老师在初中的时候 在社交平台上知道了桃乃木香奈 因为太可爱了 所以一见钟情 因为想成为桃乃木老师那样的人 所以有了出道的想法 据本人在采访中透露 高中时期就开始规划 进入暗黑界的事业 因为还不满二十岁 所以一直在等待 直到二零二零年十月 才从Moodis出道 因为崇拜着桃乃木香奈 所以决定了用白桃花这个一名 出道时号称是 要实现梦想而成为演员的美少女 并且出道的契机也并不是因为钱 她本身就是当地有名的 和服店老板的女儿 因为出道时间并不长 也没有什么显著事迹 所以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还有其他想看的老师故事 欢迎点赞 评论或者私信